在杂木头这边又下大雨了 遇到 下了好大的雨 这边下大雨还好 这个 消水系统还比较搞得好了 没有地方积水 刚才下了好大 小了一点 这边都 还没有人来租啊 这里还没有人来租 嗯 一两个电梯 嗯 这里原来是个商场 好像 是13.7版 像这种商场不好租了 嗯 这边的 消水系统还可以 不像别的地方一下雨 下雨没多大就 走路都走不了了 走路都走不了了 好的地方一下雨去 这边 开了一家711店 中国这边啊 好多家萌 这家711店呢 甚至 嗯 美容美甲街 嗯 看这不条件 把这边出去 买衣服 都是卖女人东西的 都是卖女人东西的 这指甲的头上 这指甲的头上 外面下很多吗 下了好大 积水了 下的头 嗯 又在做指甲 中秋特 好多灾 好多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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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有 711 这711还是挺多的 我原来没有注意哦 去了一趟太光 我才知道这 这些店都是加盟的也是 这些电力店没有注意 去哪 一趟太光 我才注意到 这 111在全国 全世界都有 他卖的东西还是比 这些便利店 要贵一点 特别是在香港 在香港 他们不是统一的 每个地方的价格都不一样 但是在泰国 他是统一的 这个雨小了好多了 这个铺子 房子出租 房子出租 一百到一千万户啊 房子出租一千二至两千 两四三千 就这个华户房厂 房子出租一千二至两千 房厂 这是卖的房子了 发布房厂 四十八万 八十二平方 问题都停掉了 上面做 好大的梅味 好多万铺 好多万铺 面中热肺 这个商场自己租的 好多万铺 这边的裤子已经很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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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 还没上班 没发的 这里还有一个桌 好多 这一条店都没有来租 好像一千多块钱一个月的都有 一千到两千 外面写的照租 跟一千多一个铺 铺租 这种小铺 原来全都是做女人生意的 哎 这里有个店子 走 店子还挺多的 下面这边还是 卖洗儿子卖衣服也挺多 这边都是卖衣服 这一城还在卖衣服 这边卖花木草木的人 这儿雨又大起来了 哎 又下大了 这儿店也在照顾 这儿下暴雨的话 这边快过一安的 过去就是火车站 好大了 这个雨下了好大了 但下去不得了 这个雨有多大 全都黑了 刚才还没那么大 相对越来越大了 一直在下这个地方都还没积水 相对来说这个地方的 这边 销水系房还可以 这边住房 50多万 200多万卖的房子 114平方 这边的房子还挺贵的 二手房子 2万多一平方 114 200多万 这差不多就是2万多一点 一个平方 好大的雨 嗯 谁花200多万来买一套二手房 到这边 这边的二手房时间都比较久了 所以就是我买新房子 不要那么多钱 这边下了那么大雨 还没积水 你看一下 这路上 相对来说 这边的 消水系统还可以做的 到雨台是人少的好多 看在天河这边 这个东西还是可以 这里都是自动付费的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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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嗯 这菜 菜 生的菜没有长什么价 这边是青菜 8块多 这种是什么 都是8块9毛8 这打了包的菜好像贵很多 多人就快多钱 大大包的菜 这种菜要贵很多 这种的菜比我住那边的菜要贵 贵很多的 感觉在泰国是这种贵样摆的东西真的是贵 在中国来说这些东西还是便宜 还是在工业大国 东西便宜 那些不是工业的话 都是进口的话 都是买的吃的东西都是贵的东西 商场上买的全都是 比这边要贵很多 东西也不贵 90多块钱 东西我感觉这些工业大国还是有好处 像这些用的东西 吃的东西都相来说还比较便宜吧 比别的那个进口的国家一样 比别的那个进口的国家一样 工业大国 比较是进进力比较大 比较大 你像泰国有好多东西都在进口 他那些吃的东西用的东西都比较贵 这边不是卖 是什么东西 卖儿童东西 这边卖洗发水 男士清虚刀 但是停雨了 雨停了 你看这些停的雨在路上就干了 沾木头的消水系统还是可以 做的还是比较好